在美国可能很多本地人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楼盘 当你兴冲冲的去找开发商 说我要买一个房子把它租出去的时候 那么开发商会冷冷的回你一句 对不起我们不卖 我们只卖给自住的人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这些年呢 这样的楼盘我也见过不少 特别是当房市火爆的时候 这样的楼盘就会变得更多 其实呢 也是为了保障 普通人住房的一个利益 但是它是从开发商商业层面来保障的 在你签订合同的时候呢 它会加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呢 就是在你买房子一年之内是不能出租的 那么一年之后 这个限制自动的就失效 刚才大家在视频里看到了 这个房子的客厅 这房子挺漂亮的 2000尺 也就大概190平米左右 车库是不算面积的 所以居住空间还是挺大的 三到四房 三个卫生间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这个房子的起价呢 是53万美元 地理位置上呢 在内陆帝国的西边 属于大洛杉矶地区的 北边中心的位置 这些都是为自住的人考虑的 这个楼盘呢 一直都是没有房子卖的状态 所以呢 都是要排队 现在呢 排队的人大概有三页纸那么多 都是自己住的人 都在等 我是挺赞成开发商这种做法的 其实出租呢 只是锦上添花 而让居者有其屋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作为我个人而言 能参与其中 给客户带来最大的价值 尽我所能 用我所学 尝我所愿 这也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 咱们接着看这个视频 整个加州所有的在售房源我都有 如果你想看看你的需求 适合什么样的房子 那么欢迎来找我 我会用数据和知识 给你一个真正有利于你的建议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